頒獎 頒獎 首先是日本的安德庫蘇 諸事會社社長田邊跟趙先生 要捐贈自家品牌的 Naki自行車來自鳳宇市長 為慶祝9月29日 本市與日本廣島縣緯道市 替捷MOU友好交流程式 希望鄭宇的Naki自家品牌的自行車 與市長作為偉道市民 表達對我們台中市的敬意 與謝意的結緣紀念品 往後Naki的自行車車主配件的進口採買 希望也能夠轉向跟我們本市的廠商來採購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自行車正是開裝我們最重要的產業 也是有助於未來交流的橋梁 再一次謝謝社長塔納貝康主さん 接下來要恭請市長頒發市政顧問聘書與薩薩伊伊卡路さん 薩薩伊卡路さん目前是日本的NPO法人日台醫療福祉文化交流支援機構的理事代表 感謝你的招勞 主席 主席 такие 還有 還有所有今天出席市政會議 我們的調節委員 還有受表揚人 各位市府的同仁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特別請 田邊先生跟 這個四個先生 站在我兩旁啊 是要表達我的 感謝之意 那麼首先 為什麼我們聘請 莎莎伊桑 來擔任我們的市政顧問 陳如他講的三年前我們就在一個場合一起演講過了 那他對常年促進 台日的交流 貢獻良多 尤其 經由他在長照這個 領域上 他的一個 協助 讓我們台東市也跟偉道市 就在廣島 那麼 互相 遞結了 友好交流 備忘錄 那麼雙方面 那麼雙方面 也 拜訪 包括 我們 003 副市長 的這個自行車隊 以及啊我們 林一營副市長 去偉道市 參訪 那 他們的 偉道市長 還有很多的官員 也來到台中市 拜訪 我們已經就 長照的合作 因為 在日本這方面因為高齡社會 他們是很有經驗 那因為兩國的 文化 社會形態又很接近 所以特別 值得台灣來學習 那麼這個過程我們發現 呃 這個 呃 城市的交流當然不是只有一個項目 所以 非常多其他的包括產業 觀光 文化都是 非常重要的交流項目 那麼也經由 田邊先生 他剛剛 呃代表 偉道市民啊 呃贈送 一個 呃 一輛 很特殊的自行車 那他是自行車產業 呃在日本 呃也是建立很好的品牌 這個Nagi 那麼 這個 這一個採購 他決定呢 就是 在台中採購 所以在台中市自行車的城市 那可以讓台中的自行車不只像 捷安特 我們去日本的很多的自行車交流都有車隊 呃其實他們都已經在 交流 呃他們來呃帶動 呃而且我想透過這個自行車產業的 呃採購 跟合作 跟合作 也可以促進我們在地經濟的發展 呃所以 呃他特別 希望能夠呃 呃代表偉道市民啊 呃送台中市 呃這一輛很特殊的呃很 安全的自行車 呃因為這也是日本政府啊 他們呃 呃就是 可以說是採購的最重要的呃 呃使用的自行車 所以我請代表市民 感謝他們所做的貢獻 也期待 啊我們台日關係 在兩位的繼續的 啊 協助之下 可以蓬勃的發展 那麼我也邀請他們明年 台中 要舉辦世界花會博覽會 啊也能夠呢 呃 來帶動更多日本人 到台中來參觀我們的花博會 所以僅此啊跟大家做個分享 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啊來感謝他們啊 有你真好 謝謝 來 接下來頒發第三個獎項 表揚本市榮獲總統感謝壯之資深調節委員 第一位是西屯區公所調節委員會主席 劉長吉先生 請上台受假 劉主席的服務年資長達了42年 五行法治局的成績長一同上台回應 第三位是神岡區公所調節委員會主席 委員蔡海龍先生因為近日已過世 請神岡區公所的王區長代表領獎 第四位是厚禮區公所調節委員會委員 洪再先生 洪委員的服務年資長達37年 南區區公所調節委員會委員黃新憶先生 黃委員的服務年資是36年 神岡區公所調節委員會委員 賴城玉霞女士 賴城委員的服務年資也長達了33年 神岡區公所調節委員會委員 曾東慶先生 曾委員的服務年資也有32年 曾委員的服務年資也有32年 北屯區公所調節委員會委員賴建林先生 賴委員的服務年資是32年 上這裡 ain't the fuck Qas i am 泰平區公所調節委員會主席陈香蘭女士 被拜訪年購 Should we ís 泰平區公所調節委員會委員鄭東舟先生 政委員的服務年資是30年 最後一位是豐原區公所調節委員會委員林瑞欣先生 林委員的服務年資也是30年 我們請資深調節委員們一同上台與市長合影 也跟我們市府同仁來說明一下 今天這個對調節委員得到總統獎 我們市政府的表揚 都是服務年資超過30年以上 而且是第一屆的中通白 這個可以說是至高的榮譽 對一個社會來講 當然民主法治很重要 可是市民或國民如果有一些糾紛 如果都去上法院 法院也會倒 所以調節委員就很重要 事實上具有一定的司法效力 一個調節委員能夠擔任30年以上 我想這是做功德 這個一定有他們的智慧 他們的經驗很多是可以分享傳承下來 所以我在去年蔡英文總統當選之後 那麼那時候林全院長召集的行政院會議上 我就提案 那麼要建請政府來設立調節委員的總統獎 那麼當時林全院長也接受請內政部長去研議 在葉軍榮這個部長 他的研究那麼很支持 所以今年就頒發了調節委員服務滿30年以上 最高的榮譽就是總統獎 因為我是提案人 所以有這個能夠為替社會做事的調節委員做點事 這個我想今年台中市有16位 服務年資超過30年以上的調節委員 受頒總統獎 占全國的四分之一 可見的台中市 我們這個城市 大家都很有人情味 有這麼多的公道北 公道恩 來主席公道 大家不一定要去跑法院 到法院去就是法理情 在調節委員會 我們調節的時候是情理法 所以這個社會越來越進步 當然越來越複雜 難免各種的糾紛 法律其實是最後的防線 其實最好的還是大家講道理 到去講法理的時候 恐怕就已經 其實都是一翻兩瞪眼 也因為這個樣子 調節委員的總統獎 我算是提案人 這個第一屆 我們台中市又拿最多 這個也不是我先算好的 果然 這個公布之後 我們就佔了四分之一 所以今天請我們的公道北 公道恩 來到市政會議 來表達對他們的感謝 那也呢 期待 我們社會 更多 人在 有一些糾紛 可以訴諸調解 我們的成功率 是九成之多 我們的陳陶建局長一直點頭 十驚都高驚成功 所以 最該感謝的 可能是我們法院那些法官們 而且大家的關係也處理得很好 那就是最好的夥伴 所以我們再次熱烈的掌聲 來呢 恭喜他們 也感恩 謝謝 我們來造一個團體造 好 這也歷史鏡頭 我跟 十個總統中的人 做委員 哇 這個至高的 光榮 台中市每年的調解成立案件數 均超過了萬件 一百零五年度調解成立件數 更達到了兩萬九百零五件 成立率高達百分之九十為六度的第一 調解的成績斐然 要感謝各區的調解委員們的努力 以及資深調解委員的經驗傳承 探託 多萬你們有所謂的 作為室廣告 這也是最最適合的 第二段 中市善證 生中市善證 早前打到五十五 夥伴 雷 一 子 再次恭喜也感謝資深調節委員們的辛苦 接下來第四個獎項要表揚本市參加2017馬來西亞國際心算數學英文拼字大賽榮獲佳績的九位同學們 第一位是喬泰中學國中部黃錦陽同學請上台授架 黃同學榮獲了數學比賽第二名英文比賽第二名 我們請陪同的家長以及市長們一同上台合影也請教育局的許副局長一同上台合影 第二位是喬泰中學國中部曾俊凱同學曾同學榮獲數學比賽第一名英文比賽第二名 第三位是喬泰中學高職部偉松林同學請上台授架 第三位是喬泰中學高職部偉松林同學請上台授架 第四位是喬泰中學高職部偉松林同學 第四位是樹藝國小黃錦棠同學請上台授架 黃同學榮獲了數學比賽第二名心算比賽第二名 我們請陪同的家長以及市長們一同上台合影 第四位是喬泰中學高職部偉松林同學 樹藝國小黃錦棠同學請上台授架 黃同學榮獲了數學比賽第二名心算比賽第二名 請陪同的家長以及市長們一同合影 請黃同學的家長以及市長們一同上台合影 請黃同學的家長以及市長們一同上台合影 第六位是心意國小劉伊達同學請上台授架 劉同學榮獲了數學比賽第一名心算比賽第一名 我們請家長以及市長們一同上台合影 請陪同的家長以及市長們一同合影 請陪同的家長以及市長們一同合影 第七位是和平國小林洪瑞同學請上台授架 林同學榮獲了數學比賽第二名心算比賽第一名 我們請家長以及市長們一同上台合影 我們請家長以及市長們一同上台合影 第八位是喬仁國小李汪柱同學請上台授架 李同學榮獲了數學比賽第一名心算比賽第二名 我們請陪同的家長以及親友們一同上台合影 請陪同的家長以及親友們一同上台合影 最後一位是和平國小林洪瑞同學 最後一位是和平國小林洪瑞同學 林同學榮獲了數學比賽第一名心算比賽第二名 請名槍 恭喜以上獲獎的同學們 好 來… 今天最後一個獎項要表揚本市參加2017機器人亞太邀請賽成績右翼的十位同學們 主持人亞太邀請賽成績右翼的十位同學 本市的國際競賽每年由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以及泰國輪流來主辦今年由馬來西亞主辦本市既有九位學生在心酸比賽組數學比賽組以及英文比賽組分獲了各組的前兩名家機 接下來表揚本市參加2017年機器人亞太邀請賽成績右翼的十位同學們 第一位是明道高級中學傅甄裕同學請上台授架 明道高級中學周新貝同學 明道高級中學劉仲允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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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新國中企右旭同學 新大副中 新配修同學 台南市私立德光高中 張雅廷同學 以下三位同學 雖非就讀本市學校 但人與本市學生共同組成了代表本市的隊伍參加競賽 雲寧縣私立振興中學 王晶寧同學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張秉潔同學 最後一位是教練 吳龍發先生 請上台授獎 我們請所有的授獎同學 以及教育局許副局長 一同上台可以 本次的邀請賽 他們共獲得了三個獎項 分別是機器人聯盟冠軍獎隊長 機器人創意啟發獎第二名 以及最佳團隊組組織獎 恭喜所有隊長的同學們 頒獎到此結束 研考會報告 今天10月16日召開第314次市政會議 首先報告出席情形 殷道人數40人 時道人數39人 其中黃秘書長公駕 秘書處處長公差 由黃主任秘書代理出席 教育局局長公差 由許副局長代理出席 運動局局長因公出國 由郭主任秘書代理出席 以上 恭請市長主持會議 好 師父同仁 很高興 今天雖然要進議會 我們市政會議還是召開 因為上週放假 剛剛這個 不管是老的少的 我們的長輩調節委員的總統獎 會我們這些年輕 不管是機器人 還是各種的競賽 能夠為國爭光 我想整個市政會議 就是我們也期待不只是我們市府的會議 也能夠多表揚一些 對城市發展有貢獻的這些市民 讓大家來分享 當然在最近 在台東市可以說是各種的活動非常多 這個也是證明了我所講的 台東市不但是宜居城市 而且是盛會城市 從國慶的晚會到花車的競賽 到爵士音樂節 還有這個像白冷俊文化節等等 整個 尤其是花肚藝術季 這個要展開 包括像歌劇院 還有各地的採接 各式的活動 真的同仁很辛苦 尤其是在假日 舉辦活動最多的單位 像文化局 有時候就是分身法術 所以會特別請同仁 在這個比較中大型的活動 大家相互支援 尤其是有一些活動場地附近的交通維持 特別拜託警察局 交通局 建設局相關的同仁 能夠協助 將來讓大家可以集中把負責的活動辦好 那麼最近我想對於這個週末 大家都很忙 可能忙著按讚 為我們的十五花車再動員 我想台中市明年要辦世界花肺博覽會 這不是台中在辦而已 這是全台灣的大事 這一個台中花伯透過因為跟十五的關係 這本來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因為厚里這個主展區 有十五的棘地 在我上任之後 因為我們有看到 中興大學以前的調查 真的是有拍到影片 所以馬上面對到一個重大的挑戰 因為到底要不要繼續在厚里 還是要做一些調整 後來我們選擇分散成三個展區 所以才有厚里加 外埔加 豐原 這個行程的全世界辦花伯會應該是史上未有的 因為以前對多是兩個展區 而且事實上整個要協調 包括交通 各種的活動 是非常困難 何況我們變成三個展區 這個挑戰性是非常大 預算又固定 其實要辦三個地方的花博 我們也是在總預算的一個規模之下 要把它辦好 隨著我們調整之後 重新規劃 現在各個相關的場館的建設 也都已經在進行中 大家開始把焦點放在活動的內容 因為這是總預算86億7千萬元 那麼預估有將近1千萬人士 會在半年的時間內 正式的參展期間來看 所以我們要把花博辦好 其實我們也有一點企圖心是 不只是這個活動辦好 因為透過辦花博來改造台中成為一個花園城市 而且會留下來有形無形的資產 有形當然是這些展館 設施 無形的包括數萬人的志工 那這個如果辦得好 這當然是一個城市的一個脫胎換骨 那除了硬體的建設 其實市民的認同感也會形成 甚至成為城市的光榮感 也因此這一次國慶花車 我們真的是很用心設計 那一炮而紅造成轟動 所以事實上很多的人包括評審 我是說在台上他們有專家評審 甚至台北市府的一些朋友 也都跟我私底下有line 說大概台中的十五花車應該是 會是最棒得到最大的一個肯定 當然這個後來就網路要這個 大家按讚票選花車人氣網 那我們一開始也是很自然 發現我們的也都在領先 可是在最後三天 就產生了這個非常接近的 這個幾乎是就是說互有領先 最後台北的熊戰衝出來 那這個眼看了就要被追過了 所以很多人在問一個問題 到底是黑熊跑得比較快 還是十五跑得比較快 我被一些小孩子問到 我也不太怎麼知道回答 不過我現在知道應該是十五跑得比較快 偶爾快要被追上之後 就加足馬力繼續衝 最後衝出了4.8萬個讚 算是大幅領先 那最後的這個我想一天是最緊張 因為那個幾乎呈現麻花 如果你去看那個每個小時的統計 曾經打平 三萬五千 好像是三百五十票 兩萬五千三百五十票 的時候打平 然後在前後幾小時 互有領先各位數值 這個看什麼樣的奧運 什麼什麼競賽或球賽 大概也沒有像這個這麼刺激 但是大家降世用命 我們當然很多秘密武器 也不能夠對外講 我們各局處大概所有 可以拜託的人都拜託了 因為這是好事 大家覺得很光榮 因為我們在談所謂的石虎花車的時候 已經在談到 其實石虎是 已經是台灣石虎 不是台中石虎而已 因為這個故事很美麗 就是寶玉 瓶瓶絕種的稀有動物 就一級寶玉類的動物 也因為這個樣子 大家其實 基於愛石虎愛台灣的心情 最後衝起來的整個 可以說是瞬間 就是暗戰人數大增 這個其中我要特別感謝 中部各縣市的益助 因為我們有中部七一聯合治理 石虎又出現在中部為主 所以包括彰化 南投 苗栗 甚至到雲林 這些地方政府 我們有聯繫說 他們都很樂意幫忙 所以這點 我們一方要感謝 區域聯合治理的好夥伴們 因為其實苗栗 他們也有一個吉祥物叫 也是石虎有關的 叫做貓梨喵 他們是把他當作比較貓的方面在宣傳 有的當然至少是山貓 石虎 我講這些就是說 很多人因為參與才了解了 為什麼要用石虎做花車 是背後台中花博的這個 遇到的困難 然後最後克服之後變成一件美式 這個也變成一個傳奇 這個在行銷花博上面是非常好 我把它歸納起來 大概這一次的花博的石虎花車 有達到三方面的效果 第一方面讓大家認識石虎 而想要去保育它 這個我想這個是比什麼環境教育 都更有效的一個方法 這麼短的時間全台灣人都認識 我們要保護台灣石虎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環境教育的成果 第二點宣傳了台中花博 我相信很多人會到時候來看我們的花博會 那因為甚至石虎跟熊站 也互相有傳遞訊息 要邀請他 石虎之家要邀請熊站 來遊台中花博會 那這個過程就很有趣 這個去互相拉台 讓台中的花博可以行銷出去 第三點我認為非常好的一個效應是 就是創造了很強烈的 我們台中的市民的認同感 還有城市的光榮感 我們辦這個花博 然後又設施叫石虎保育 然後大家的參與 最後能夠奪得人氣王 所有人共同成就一件事情 這個過程跟結果一樣重要 當然結果人氣王 大家覺得很光榮 可那個過程大家都有參與 才會這個覺得是他 他的人氣王 那我們這一次相當成功的 讓台中市民都參與了 石虎花博花車的這個票選 所以我想繼續要維持 這樣一個城市的認同感 跟光榮感 好 那台中市我想最近這個活動 真的是很多 名符其實的盛會城市 除了剛剛提到的 國慶晚會 也是造成轟動 很多的創新 那最近的國際交流也特別多 包括我們看跟荷蘭 這一個法國 那日本等等 那隨著這些花度藝術季 陸續的展開 其中我們也結合這個 就是台中爵士節 訂了一個台中荷蘭日 這個幾乎讓荷蘭駐台代表 他們整個都動起來 還有他們的企業界 甚至文化演出團體 也來貢獻一個樂團的表演 所以這個城市外交 可以從這裡看到 其實不只是走出去 也要引進來 那剛剛看到的這個 我們跟日本的友人 包括聘為市政顧問 或遞交友好城市 那具體的合作項目 已經都很細到 長照這個項目 這種交流是持續性 不是只有政府 民間各方面會持續做下去 像自行車的這個 城市的地盟 我們大概所有的副市長 都不夠用 現在一下日本 一下這個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越南 大家都希望看到我們首長去 我實在是也分身乏術 所以就是很多的交流 你不走一趟 你在下面一直進行 他不感覺重視 所以你看他們又回訪 像最近這個環島自行車 他們又要來台灣 而且要從台中來出發等等 這個我想是非常好的 一個應該講說 城市外交不是只有市長外交 應該是市民的外交 全民的外交 好 那麼另外我想 因為今天的時間也比較有限 我們的國際化也表現在 像我們的台灣五金展 要特別感謝金發局跟公車會協助 能夠把這個高鐵站那裡的這個用地 協助取得 業者都很滿意 而且這個簽約的數 這個數額相當的大 那持續的這些 產業的跟國際的一個合作 不管招商或者是這個投資等等 那我們也辦了非常多的活動 尤其是由財團法人 台灣智庫所舉辦的台中崛起 跟國家均衡發展 這個行政院跟中央各部會單位 也都相當肯定 三核心的國土發展戰略 就是中核心做一個區域 應該是要共同的來發展 那其他我想 這個台印 台歐 很多的論壇也陸續在進行 另外有一點我覺得 我特別感到欣慰的是 最近有關於環保空污方面 社會很關注 那今天像聯合報也有專題報導 那我也看到就是一些評比 包括環保聯盟 對我們台中市政府的努力 也空污的形成原因很多 那有一些超資再解 我們一定要把它做好 那這個是得到了這個 就是縣市政府環保施政 這個評比 我們得到了全國第一 跟其他的三個城市 那在公害防治 綠色運輸 還有土地使用保護等指標 融獲三個A 也是最高的 三個A級 優良的這個評比 那我也特別看到 我想外界有一些指導意見 我是覺得有時候 中央跟地方的角色 不一定要完全一樣 中央它是進行全國性政策 跟法令的制定 可是在一些執行上 像台肥 有一家工廠在放假期間 排這個就是黃煙 我想環保局很快速的採取財閥 這是對的 我們是執行單位 一定要嚴格來落實 那先前大家也知道說 這些污染源 有些固定污染源 像比較大像台電的重貨 我們常年的監督 這些他們也做了一些回應 不過該法的一定要落實 這讓市民感受到市政府 雖然不是法令的制定 或政策的一個決定的單位 但在執行面 我們一定要嚴格來落實 好 以上我想時間 就講到這裡 那今天很高興我們邀請到是 有課委會 另外就是幾個課與地區 人口比較多的區長也來到現場 那要就這個我們的客家政策 尤其是在三層 那因應中央要推動浪漫台三線 我們有經過多次的討論 有制定了一個比較總體的政策 那這個除了課委會之外 我也是希望說各區公所能夠盡量的主導 來這個推動 那麼以上我想做些分享 接下來我們很快的時間 因為今天要進議會 那我們可能要加速來進行 我們就請課委會先做報告 那幾位區長再做補充 好 請 專案報告 專題名稱為做課台中課莊新發展 請課委會劉主任委員報告 市長 副市長 各位機關首長 各位媒體好朋友 大家早 課會報告 做課台中 還有課莊新發展 其中做課台中 將於五分鐘的時間 來用影像來呈現 那麼課莊新發展 採用書面的報告 分擦那部分來做說明 第一個願景 第二個是市長的政見 第三個是客家上位的計畫 那麼 然後願景分做四大願景 包括複書母語 竟然有打造客語的 說學鬥唱的一個環境 第二是厚生返鄉來防榮客專 三是讓隱姓的客家人能夠尋回 歸屬港以及榮耀港 是客家之美走向國際 那這張圖表是目前本市 客家人口推估的一個分布圖 那目前呢 本市客家人口呢 大概有48萬餘人 那約這樣 那個請同仁幫我調一下 那個螢幕都沒有在動 有些有 有 來 不要緊繼續 好 好 那麼以這三年來呢 我們台中市的客家人口呢 增加了大概有一個百分點 約增加2萬多人 所以依據105年度呢 中央客委會 研究調查的結果呢 客雨呢 每10年呢 約流失2.2% 那麼顯示客雨的處境呢 非常的積極可危 那我們推估呢 早安 饒平的客雨呢 20年內呢 可能會消失 那麼大浦呢 的客雨呢 30年內會消失 那人口數比較多的 四縣海陸呢 客雨呢 50年內 也可能也會消失 所以未來呢 整個一個客雨的船身 還有保存呢 是非常的重要 對於本會呢 對於未來的這個 客雨的紮根心船的推動呢 也將會全力以赴 好 第二個報告的是 市長的政見 客家政策呢 有六大客家的政策 包括 訂定我們台中客家日 以及推動大甲溪的 客家文化祭 客雨四方幼兒園 客家文化慶典 推動公共產業客雨的環境 以及客家故事館 老街的整建 那麼在訂定台中客家日的部分呢 市長一三任呢 就把客家日定為呢 每年的正月二十日 農曆的正月二十 是我們台中的客家日 那麼這三年以來呢 我們辦理的客家日的活動呢 總共有二十九個區 254場次 那麼超過五萬人呢 熱情的參與 那麼 第二點呢 四年四條街 推動客家傳統街區的景觀改造呢 目前已經 完成了東四街區 霍里頓那咖街區 大甲孟村客專聚落 到日南益藏 生活街區等三個規劃案 那麼後續呢 將繼續配合中央的 台山縣市政街區 以及立面改造計畫 來推動東四的大毛埔街區 新設中和街區 石岡萬萬街區 以及豐原的 翁仔社的街區等街區的規劃案 那麼議定呢完成七個街區的規劃 來帶動呢各街區的 產業經濟的發展 接著報告 建造客家故事館 那麼將歷史建築呢 東四公學校宿舍 建造為客家故事館 那麼在去年呢已經獲得中央課會呢 核定補助四千零九十七萬餘元 那北府教育局呢 發報施工當中 預計呢明年年底呢可以完工 那麼有三棟的歷史建築呢 其中有一棟呢是屬於 我們要規劃為客家故事館 那未來呢將以歷史傳承展演 文章發展的為方向 那整個呢整個規範呢 本會預計在明年呢會開始來進行 那近時會再向市長呢做一個簡報 最後請市長再來做一個財事 第三個是推動 大甲西客家金江系列活動 金江就是很漂亮的 客家化東江金江 以文化節慶活動結合導覽解說 以及農特產品的展示活動 來策劃客家文化觀光與客專 產業的整合行銷 促進產業的發展以及觀光的提升 來實現深耕文化 振興產業帶動觀光 活化客專的目的 那底下這個表呢是 四季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大甲西客專的一個金江系列活動 請各位參與 再來是推動公共場域的客語環境 那麼在各大活動使用呢 各大的活動中呢來使用客語支持 利用多元媒體的廣道來宣傳 另外甚至客語的聯繪服務以及客語的服務台等等 第五項是客語的釋放幼兒園 那這也是市長非常重視的 那我們在104年干十四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有六個班呢 成立這個客語釋放幼兒園 那麼到了今年呢已經成長到19班 我們預估呢到明年呢 我們可以達到27班 那在我們重點發展區的東四石干新色風源呢都有 第二點報告是海線市區特色客家文化的慶典 那海線屯區 原市區呢總共20個區呢 我們在這四年裡面呢 將要完成的執行率呢 將可以達到百分之百的推廣客家 的一個文化的活動 第三大項報告的是客家的上位計畫 那上位計畫有分為 四個軸向 那麼第一個呢是我們推動台中好客家的整體發展 那這個計畫呢是從今年開始實施 那第一年呢本市呢 榮獲全國的第二名與獎勵金三百萬 這個要非常謝謝市長 副市長的指導 督導 還有各局處呢全力的協助來配合 另外我們在五個重點發展區呢 其中的東四跟石干呢 也獲得良極的好成績 那麼獎金呢也有各五十萬元 那這一項呢我們主要的推動方向有三大項 第一個就是客羽的扎根傳承 客家文化的保存發揚 以及促進大台中的客家凝聚力 那麼第二點三位計畫呢是打造台中台山縣的客專浪漫大道 第三點呢是推動客家後生的賠力計畫 後生就是年輕人 那麼第四點呢是推展海內外客家族群的合作交流 那麼第一個台中好客家的整體發展呢 我們 總共呢有五大面向呢來執行 第一個是客羽的釋放幼兒園 採取呢曾經式的教學方式 第二個是客羽的生活學校呢 我們希望每一年呢都能夠有成長 第三個是扶植大專院校 我們目前呢請大專院校呢 希望能夠成立客家語言資源中心 以及呢客家社團 目前有介紹到的幾所大學呢 他們都已經開始在進行呢 那我們也會結合中央課會呢 一起來來協助輔導這個大專院校 包括喬光科大台中科大 照陽科大呢還有晉宜大學 第四個是客羽能力的認證呢 我們希望每一年呢都能夠以五個百分點呢來成長 那麼也謝謝呢好多個局數呢 都有在辦這個客羽 客羽能力認證的一個研習班 尤其今年呢我們看到警察局呢也辦了一班 我也親自到警察局的總局部呢 那邊去謝謝局長以及我們警察同仁 我自己呢 今年呢也報了中高級的一個報名 希望能夠呢 這個 這個能夠讓大家呢也能夠一起呢來報名 那中高級比較難考這個需要花一點時間 像考試一樣 那麼第五個呢是四海大平安 我們客羽呢有五大腔調就是四線 海陸腔大埔腔 饒瓶腔還有招安腔 那這五個腔調呢在我們台中市呢都有 所以我們呢針對這五個腔調的客羽的一個 復甦跟傳承呢我們整個會再更加的努力來進行 好 那麼第二個呢是 客家文化的保存呢 與發揚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結合呢 台中學呢 來與客家文化呢 來結合起來呢 我們以大埔的客家的影音計時呢 來做紀錄 第二個是 客家文化的推廣活動 包括呢 明年度 準備要新推出的三三國玩 客家裝有的龍神 與牛馬頭的移民文化 明年度呢還有更要去全面的來結合 我們奧零一八發佈的一個盛會 那第三個是 跨域管紀的一個交流展演 那今天我們首推呢 跟中央在苗栗的 台灣客家文化館 以及桃園市的客家文化館呢 我們做長眼的交流 包括 10月22號 以及呢 11月5號呢 我們都會 在這兩個 兩個地方呢 做長館的 一文長眼交流 第四個呢 是希望能夠把石干圖書館呢 能夠打造成呢 這個客家的圖書館 那麼一方面呢 能夠讓海內外的客家文化的研究單位呢 能夠做交流 第二個 它可以成為呢 我們台中市的客家大學 來舉辦終身學習的一些活動 第三個呢 藉由這個客家圖書館呢 我們來充實我們台中學的一個內涵 那麼第五個呢 就是我們林副市長呢 這個在字念字呢 一直很關心的 我們隱性的客家人 那麼隱性的客家人呢 越來越多 那我們希望呢 能夠透過這樣子的一個保存與發揚呢 讓隱性的客家人能夠 變成顯性 來做這個尋根了解與認同 那麼第三個是促進大台中客家的一個凝聚力 那各位看這個圖表呢 是目前我們在推動的一個狀況呢 以現行的學校 活動中心等據點辦理各式的客家藝文活動 與緣習課程 然後串聯呢 山海屯與市區的客家凝聚力 並且結合客家歷史的建物呢 來推動的一個據點之一 比如說西屯的佔料家廟 我們也在佔料家廟呢 來營救呢 這個 這個招安牆呢 這個語言呢 已經幾乎是台中市啊 幾乎是沒有人會去講這個母語了 我們也辦了這個演習班 那麼未來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在北屯的招安堂呢 也是一個營造的一個據點 豐原萬選區 這個整修完成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來使用 另外呢 南屯的瑞神堂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未來呢 推動這個整個一個 客家文化呢 它是一個揮具的一個散發據點 第二大項呢 是打造台中台三線 客串浪漫大道 那這個三位計畫 主要就是我們的蔡總統呢 在客家政見裡面所提到的 打造國家級的台三線 客家浪漫大道 建構客家經濟政策的新思路 那我們有四大面向來執行 第一個是以文化加值策略推動客專的經濟 累積客家文藝復興能量 第二個結合生活文化生態 場業與觀光等面向 第三個是運用 創新生活的型態的政策新思路 活絡客專文化以及場業的經濟 那第四是啟動了客家文藝復興 吸引青創人才回流或移居 再創客專的新生命 那麼行錯浪漫台三線客專文化藍帶呢 那我們台中當然就是南口 市長指示的 台中是我們整個一個浪漫台三線 客專文化藍帶的一個南口 那麼它的意向呢 因為我們台中是擁有雙桿 更是浪漫台三線的客專文化藍帶的一個南口 所以我們以禮商客專為概念 追求社會生態 生產地景之和諧為願景導向 推動整個人文觀光產業永續發展計畫 來打造高品質低密度的旅遊環境 接下來這一張表呢 是各位可以看得到 整個在我們本市的浪漫台三線 涵蓋有六個區域 那麼重點的區域呢 是包括東勢 石干新社 旁邊的衛星的區域呢 有我們和平 豐原 以及厚禮 那因此本市的浪漫台三線呢 目前呢所擬定的 要推動的重大的建設呢 有十二個據點 請各位呢 參與 第三大項推動我們客家後生的賠利計畫呢 分為組織的策略 以及操作策略 執行的一個集成 那麼在組織策略方面呢 我們有用了一個五大面向呢 來做這個策略 那麼在操作策略裡面呢 我們結合本府的 相關的機關以及中央部會呢 邀請專家學者 來講授創新創業 以及貸款創業的諮詢 讓有志或生的年輕人呢 能夠充分了解政府 相關的政策走向 必立即呢規劃創業願景 以及輔導操作的發展 那這個執行的集成呢 我們也要依據整個一個 執行浪漫台南線的環境準備 以及公共設施完備之際呢 我們預計在108年到109年來執行 第四大項報告的是 海內外客家族群的交流合作 那第一個目標呢 我們在推動國際交流部分呢 包括有參訪的交流表演文化 以及學術的交流 那麼這個內容呢 請各位做參考 那麼第二個策略的部分呢 我們第一個當然就是遵循我們市長的指示呢 以資中互惠的精神呢 了解中國客家地區呢 文化發展的情況呢 以對岸的互動來交流 第二個是立足我們台中放眼東協 來推動整個學術的文化交流 第三個透過本市的客家民間團體呢 進行國際交流 第四個新住民的客家媳婦呢 能夠參與花博 宣揚整個台中的城市之美 第五個客家公益產品 融合新住民本國特有的一個特色 來吸引遊客 以促進了產業的發展 那麼以上呢 是客專新發展的一個目標策略以及願景呢 接著江蕙宇影片呢 來介紹做客台中 請各位呢多多 來請播放 我們這個影片 這就是我們台中 南方台南縣的一個南端的入口 那一進來呢就到東四 東四呢就是東四客家文化園區 這是未來東四客家文化園區的一個 在線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園區裡面呢有這些的設施 包括呢很特殊的紅磚蘭道 還有一個全國呢 知名的一個佔老自由廠 廁所呢也是用 客家人獨特的一個母艙樣式來打造 那麽接著呢 騎士林車我們就可以在東四呢 觀光美食街啦 還能夠觀光這個古老的街道 傳統的記憶 那麽到文化街呢 可以參加參與很多的節慶的活動 包括信定板節 鯉魚伯公文化祭 巧正先生文化祭等等 那麽到東四大橋這邊呢 兩端呢 有建設局呢各規劃一個 合併公園的整建 還有實施公園的規劃 那這個實施公園的規劃也獲得 這個科爾會呢列入請單計畫 那麽七個腳踏車呢 沿著台八線還可以到達全國唯一的一個 有護城河的客家聚落 還有周遭的休閒農場 遊玩之後呢還可以進到古關呢 泡果溫泉 然後再出來 出來之後呢 沿著台一澳九線 就可以到我們風光非常明媚的新社 過了東四大橋呢 就可以到這個櫻花大道的櫻花藍道的新社 可以參觀呢 香菇 農園 花海 還有我們水利局呢 帶來的白冷卷的 做我們吃的一個規劃 接著 一澳九線下來接台南線呢 就進入石岡 石岡有一個全國呢 唯一在推動大普國家文化的環 這一次呢也結合花博 然後我們呢 來做一些 創意還有這個花卉的在職 依序的專制等等 那可以到酒房呢 欣賞三級彩繪 這就是石岡的圖書館 這個古倉 這周遭的景點都可以結合起來 加上石岡坝 還有呢 未來呢會完成這個職業館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以土牛客家文化館為中心呢 可以創造出許多的旅遊的路線 包括到楓園 還有很多的旅遊路線 那麼包括我們 現在呢 葫蘆頓公園的花博章場 那麼另外一條呢 也可以到厚里來參展 參觀我們的主張 花博的主餐展 那麼玩東四 好 未來呢會增加一個 和平公園的一個枕建 還有石宿公園 那麼越武漢為區 新設有一條路線 好 以上報告 請各位機關首長能夠多多指教 也請市長 副市長能夠財事 老朗 辛苦你了 安智世 好 很好啦 我想經過多次的討論 現在比較清楚 我們的客家政策 尤其在三層方面 一些主要的計畫 我想接下來請東市區長代表 就是因為主要地區 徐區長 柯佳妹 在地方經營 很了解 那就是說 待會兒我想 其實跟各個局處業務都有關係 我也要跟同仁少爺提一下 就是說我之所以要起這個整體的客家政策的 尤其是上位計畫 希望用來指導 你各局處有關的業務要福音這個 這一個計畫 比如說 不管是教育 文化 文化 官吿 還有農業 還有我想幾乎啦 我想包括建設局 相關在做的一些建設 要是福音這個整個有系統性的規劃 另外一方面是要跟中央的政策結合 我待會提到就是浪漫台山縣的 就是南口 就是在南點的路口 我們在想浪漫台山縣 只要你從北想 其實 從桃園開始一直到 台中 其實反而在台中 其實是最適合作為浪漫台山縣的路口 因為我們這裡是在中部 又包括到跟台八縣結合 你要進入到和平區 所以我們台中市的樞紐位置 應該是要形成變成台山縣的路口 那我們當然先講南口 那這個怎麼去結合 然後除了客委會做整體政策的規劃 跟推動以外 一方面是各局處要配合 同時是區長在地方 你要能夠落實 某個程度來講 我覺得過去長期以來 我們的各家政策是很善 就是講都很多點 但是沒有真正做出顯著的成績 那這個地方大概有幾個核心 一個人就是文化 農業 然後成績是觀光 所以我在提出所謂用觀光來做策略 你要讓人家來這邊觀光 旅遊 消費 那你有什麼特色 說實在的 有什麼好玩 你要能夠弄出讓人家來這邊 一日游 二日游 三日游 那最後深度的旅遊 但這也涉及到就是說 我們要儘快的 看是以東市為主 要去申請這個國際慢城的認證 他這個慢活的城市 當然如果東市會稍微挑戰性大一點 因為你要做到全區都符合那個標準 那不一定那麼容易 或者是石缸 能不能把特色找出 石缸很小 人口就有一萬多了 要重點突破 不然你現在千里散花 什麼都在做 講了一套 人們就不感覺有吸引力 所以一定要整合 然後要有重點 然後一旦突破之後 其實很多人就會來這邊 那這個大概就是 我在思考客家政策跟 推動的策略的一些想法 我們請徐區長來做一些 從你的角度來看 因為其實地方的東西 有些閒事空間 現在也在利用 那要做不管河濱公園 或什麼這些串聯自行車道 還是要作為我們農產品 在這邊集散行銷 或採購 到底那個設施要是什麼 然後再來很重要當然就是 以前的木業 像那個樟老館 我去看 那是應該我們政府來 積極來推動 民間 然後就保留了一堆 跟過去這個 練樟樟老油 有關的產業 其實那是很棒的東西 也在那個 民間經營 最近有得到我們十大辦手裡獎 所以我請各局處 一定要重新去review一下 這哪一些東西可以提高 我們局處的政策來推 喬正先是文化劑當然是一個例子 我們就已經是 把它提高到行政院課委會 所謂的十二大客裝文化 除了新丁板結之外 在我們上任之後 你看我們怎麼樣把這個魯班公 這一個這種跟客家文化 還有三層的發展結合 那其實空間還很大 就是說 各自的做 時間過得很快 資源也很有限 一定要很清楚的 這個目標跟策略 那其他局處 有機會 待會他再也可以發表一下 我們先請徐區長 是 市長還有副市長還有各局處 局長還有主委還有上位區長 大家早安 非常謝謝客委會 致力了這麼多 而且把相關的資源全部盤點 但是我這邊有一些小小的建議 就是說 其實整篇看起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有關於台中客庄這件事情 未來想要達成的使命跟宗旨是什麼 因為它有分對內跟對外 對而言 我們是要招收大家 一起來台中做客 對內而言 我們是要如何怎麼樣吸引 我們所謂的台中的在地的客家族群 讓他們覺得說 市政府在做這件事情 讓他們是有感的 怎麼樣讓客家走進生活 貼近場民的生活 我想除了在客家的傳統保留之外 是不是應該讓客家呢 真正的走入所謂的客家人 或者隱姓客家人 或者閩南人 讓他們來了解客家文化 盡了尊重客家文化 然後欣賞客家文化 那第二點就是說 其實台中的客家文化跟桃園新竹苗栗還有美濃非常不一樣 在台中的客家裡面 其實它應該算是多元的融合 尤其在東市來講 我們可以算是 我今年在跟文化局提案的時候我就提個計畫叫做原客合股 就是原住民跟客家人是合一的 這個部分其實在東市是非常特別的 而且東市還有所謂外省人 因此不管是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 他們融合了一種飲食文化 這個是非常不同於所謂苗栗客家庄或信主客家庄 我覺得這反而多元融合的客家文化在台中會是一個賣點 另外一個台中分佈於山海豚 山海豚它應該有不同的政策去對應不同族群的需要 比如說城鄉之間的差距 比如說針對大理還有太平的客家人跟所謂東市石鋼 客家人的需求又是不一樣的 如果這個部分能夠做出特色 未來把山海豚客家特色融合為一體 我相信台中市的客家願景跟藍圖就會慢慢的清除出來 第四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怎麼去打造所謂的幸福客家這件事情 因為不只要吸引外地的遊客進來台中 讓新來台中的客家 不管是東市石鋼新設都好 那怎麼樣透過青年返鄉這件事情 還有青年創業這件事情 讓青年覺得說留在客庄是一件 看得到希望看到幸福的事情 我想這是我們不管是客委會還有公所 我們現在正在努力的目標 那今年也非常感謝金發局、社會局還有相關局處事 文化局對於客家青年的體系 那在東市這邊呢 其實青年的後生輔導團已經開始 相關的提案也拿到中央的相關經費 那在簡報裡面有寫到所謂108年跟109年 等硬體環境建置之後 才要開啟所謂的後生青年輔導團 那我這邊想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找腳步快一點 因為東市區公所這邊呢 已經把大毛埔的那個警察 舊的警察 警察那個分隊 把它申請作為 閒置空間的再利用 未來的那個大毛埔的警察分隊呢 他會變成一個 青創的還有創客的一個平台基地 那我們的在地青年的工作坊就會在那邊落地生根 而且因此作為一個工作坊 去申請金發局或者課委會或中央課委會的 經費來去開始在落地生根 並且結合 馮甲大學、靜宜大學或者泛特席 或者中華民國創意 執行協會 這個部分呢 其實不只是內部的力量 而且要結合外部所謂產官學的力量 讓這個效益能夠 double把它做大 那我們是希望說 課章後生的 希望工程可不可以提前來去做運作 然後也要謝謝 非常謝謝各局處 怎麼樣力挺動勢的青年 以上謝謝 好其他區長有沒有重點也補充一下 你們想推的或者是有觀察到 可以加強的 來我們新社 有區長 報告市長還有副市長 還有我們各局處首長 那我在這裡一直也想要 就是在力推的 那我們有時候呢 常常去看我們的這個 客家人的一個精神 常常都一直說那個什麼 大概就是香茅油啦 還有樟老這一個區塊 那新社有一個地方 它的地名叫做抽藤坑 抽丁 就是以前我們藤業的時候 我一直在 中和這個地方 它剛好是在中和 這個中和我們這樣講 在我們的倒紅溪管那個地方都是屬於 中和的一個社區 那一條溪叫做抽藤坑溪 那它的沿岸 有很多的那個藤業 其實在藤業發展的時候 那個地方就是 藤業非常發達 那 我一直在想說 可以我再力推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 抽藤坑的一個老街計劃 那 如果說 以客家人的一個精神來講的話 人家說 以前抽藤這個 人家說 披荊斬棘 這個 最能代表那個叫做 客家人的一個精神 人家說那個應景的精神 在這裡表現無異 我原本在它的入口印象 有種了兩顆藤 後來蠻大的 因為 因為 因為它沒東西攀附的時候 有時候會倒下來 那摩托車騎過去的時候 大概就會去 會去回到後 那個後來我把它砍掉了 所以 因為我這邊 有時候我們說 要當一個入口印象 要一個 當然你要有東西讓人家看 那因為這一條 這個中和社區這裡 這一條老街 真的它也不長 那它可以結合我們前面的 一個白冷菌的倒紅吸管 這一個景點 然後它的入口裡面有一個 大概有60年的一個衛生索 這個也是蠻古老的 然後它右邊還有一個 蝙蝠洞 然後進去裡面還有一個 叫做 香蕉棋 那個 早期藤葉再下來就是香蕉的一個 發展的一個市場 那在進去裡面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豐原客運的一個轉運站 因為它最主要還有一個外環道 可以當為主要的 交通 就是車子經過的地方 那老街的部分可以用 可以改為人行道 這個都非常有特色的 所以它在裡面 又可以結合到 還有小溪頭 還有新一草森林 還有這個 我們的木星泉這個景點 所以我想 這個人 我是最能代表我們一個客家人的一個精神 就是 車 丁 老街計畫 我也希望在這裡 請我們客委會 劉主委 能夠把它列入你的客家的一個大重點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早個時間我去看一下 因為我以前提政見有四年四條街 客家 有一點特色的一些 傳統老街或是 這個 一些再造 那這個都可以 來列入 來去做評估跟規劃 還有沒有其他 史剛要不要講一下 雖然小 小是 比較好做 市長 副市長 各位主管 各位機長 時商報告一下 就是有關那個 因為很感謝客委會幫我們爭取 那個就是 東風麗色組合跟客家文化館的整個 跟市長報告一下 就是說 中間客委會幫我們那個 就是我們上的規劃書稍微退回來 我們預計大概修改完畢後 那個11月底就會完成了 發包完畢 工程發包完畢 再來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在繼續在推展的就是 我們對時鋼萬安的老街 我們結合地方人士 在研究 準備向那個 中間客委會來徵集規劃 這樣的話就對我們時鋼期 不管是下午裡商務裡 都有一個客委會的 客家的一些聚落的建設 將來活絡我們客家 整個時鋼的客家文化 以上包完畢 好 那就豐原 唐區長 市長 各位長官 豐原區公所報告 那區公所的部分都是全力配合我們客委會在推動 那目前在推動的就是我們第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我們客語的向下雜根 就是在客語示範教育 示範的幼兒園這個部分 那我想我們幼兒園這邊都全力來配合 目前的也相當做得不錯 對我們客語的保存應該有相當大的幫助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在 配合我們文化局的部分在推 萬選區的修復 那目前是由 文化局整個在處理 那投入的經費是3200多萬 那呈現我們客家的聚落 那我想這個 萬選區之前是我們 豐原的名人就是張達金的主居 那我想修復完成以後會成為豐原一個新的亮點 那最後是我們目前在推動 翁仔社客家傳統街區的景觀改造 那這個是經費大概200萬 那也陸續在規劃中 那我們區公所都全力來配合我們客委會的推動 以上報告 好 來其他局處 來我們 那個阿彬好 來 請問 市長 市長 副市長 我想 很可惜 東市是一個 由林業發展 他跟水里的發展的 狀態是非常 相像的 他因為林業而繁榮的一個小聚落 他也有很多的 電影院 也有很多的酒家 都在裡頭 可是我們都沒有把那樣的東西 繁榮得很好吃 但是 南道官 把水里 那個車廳這個地方 都繁榮起來 是不是 我們當時都定心 再來 來發想 看要怎麼打老街 再造 這個餘生 又拿出來 我看那個 東市的老街裡頭 那個戲院的遺址都還是在的 而且還很清晰 而且他們有很多 老街上 包括阿夢飯店 那個 都是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傳奇的一個故事 而且他在那裡現在 也有開設了 婚宴館 好像 花了快 兩三億 去建造那個婚宴館 他也 也要 把這個 毫無城鄉差距 的概念 讓 佐蘭也好 豐原地區 東市 石鋼 新社 都能 等年輕人都能到 那裡辦這個婚宴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在三年前 我去那個 梅子鐵橋 那 探勘那個 我們 由東風 自行車道 延伸到 梅子鐵橋 一直延伸到 河濱公園 在 沿著河濱公園的 堤房 一直 建構到 谷關 的自行車道 他去看了 什麼都沒有下文 我在這裡要跟市長報告就是說 我們由東市 河濱公園 出發的自行車 騎到谷關 是經常在辦的一個地方 因為這一條路線 有好多路段是非常狹窄 而且 路 行車的速度都非常快 是不是建議 是不是觀光局 又能夠去 重新把 東風自行車道 延伸到梅子鐵橋 經過河濱公園 走 我們堤房一直可以 到谷關這條路線 這是最安全的 騎乘的一條路線 也可以發展 我們 東市 一直到谷關的 的觀光路線 以上 好 來 管理局 管理局 兩點補充 目前管理局正在推動那個國際漫程的認證的部分 現在目前是以新社跟和平區作為一個申請的標的 因為剛才市長提到那個東市 東市的部分 因為它的標的必須是人口是在5萬以下 而且必須在有基礎的聚落 所以在新社跟和平區裡面 它比較符合到那個12項的這樣的要件裡面 所以 從今年開始我們開始在作業了 像義大利那個國際漫程的協會裡面在申請 認證的申請 申請如果申請下來了之後 我們會把中台灣目前 在那個苗栗三億 跟南莊跟嘉義的大林鎮 會把它連結起來做一個我們在中台灣裡面所謂的 國際的漫程 旅遊的路線跟台三線會結合在一起 現在正在積極在申請當中 第二個部分裡面就是說 浪漫台三線裡面 從桃園 桃竹苗中 是到東四一路到新社 目前來講我已經請那個 台灣最大的旅行社 熊獅旅行社 把它導入到浪漫台三線的 整個旅遊市場裡面 現在市場在開賣 未來會是以 新社為一個起始點 也是一個終點 也是一個起始點 因為它的居住的便利性跟石的部分的條件 是比較優的 以上 好 有沒有其他 來農業局 是農業局報告 那客家鄉親所在的位置都是 是我們台中的重要農業區 所以農業局這邊 主要的工作應該是協助客委會把 產業發展的部分 來把它再提升 讓我們的鄉親有感 所以在農委會相關的計畫裡面其實有 農村再生 休閒農業的計畫 還有包括我們本預算的各種計畫 其實像我們青年加農的學院裡面 我們的客家 東四鄉鎮的 這些青龍 其實佔大宗 佔大宗 其實佔大宗 所以我們利用這些計畫來幫忙提升 產業 尤其包括他們 優質的水果的內外銷 這也是我們的 重點工作 那未來在花博的 推動上 我們負責 展區外的 農夫市集 那農夫市集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 納入 客家鄉親 還有原住民的這些 展攤 我們來讓他們 有真正參與感的這樣的規劃設計 以上補充報告 好 時間 建設局要講一下 河濱宮也要 這能自行測到嗎 市長 副市長 各位同仁 建設局 最近 持續跟我們的客委會密切的合作 那我們也找來了相關的局處 包括管理局 那也跟區長 還有我們地方的人 提出了兩部分的規劃 一個是 我們的東風 這個河濱公園 東四的河濱公園 一個是 史蘇花園 那這兩個計劃也 得到了前瞻計劃的支持 也核定 規劃設計的費用 那 最近的一個 另外一個計劃 那已經提出了一個方案 改天在跟市長報告 就是剛剛 我們 參議 參試 他所說明的 我們來結合老街 的串連跟我們的 自行車道 包括 我們整個 河濱的整體的自行車道的 這個開發 那 這個叫做一個 蘭口的 一個 自行車道網的這個建構 那 初步規劃 也已經完成了 他串連了我們 東四的五大園區 串連了我們 包括第三橫街的老街 商圈 那串連了剛剛講到的像 戲院 老宿舍群 這 整體的規劃 那最近會來跟 市長報告 那到時候 如果 認同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納到 前瞻的第二波 來向中央爭取 經費的補助 好 好 這樣我 時間做了一些歸納 我先提一個觀念 就是說文化 多元 性 跟這個 生物多樣性 一樣的重要 就是說 這個 台中 它在這方面是最豐富的 因為它 在台灣的各方面的 地理 人文 所以產生了一個 我們城市 的 應該想定位跟特色 這個大家一定要抓到 最近我們在做城市品牌 的定位跟行銷 大概已經收尾 到 台中 連結 共好 台中 連結共好 那就是 台中 here to connect 就是 連結會產生共好 台中的整個桌方面的條件 它就是一個樞紐性的位置 這個是 你要講台北高雄沒有辦法 台中就在台灣的中部 地理上 地理上 交通上 氣候上 物產上 文化上 它連結 南北 內外 過去與未來 所以台中 我們 為什麼會 就是很有發展性 這個當然順便宣傳一下台中學 剛好 這個是 這個是研考會跟文化 這研考會辦 然後先前 我們一系列的文化局也有 那 這個包括 以台南智庫他們辦的 很多 其實都在形成一個對我們台中的 城市的特性的 一個認識跟 怎麼樣去 發展 我已經22人 這樣叫 是不是 可以 有人稍微動一下 好這個 有了之後 我們來處理 就是說 文化裡面的這個族群 是非常重要 那台中也是 原 閩 克 外 省 到新住民 這也是比例上是相當的 多元 剛好都可以 做一種 共生 共享跟共好 那現在就是說 剛剛提了幾個重點 一個是 就客家的這個部分 不能只偏重在 大埔江 雖然大埔江在整個客語系是 很獨特 我們有五大語系在台中 這個一定要去處理 跟都會區的 非大埔江 的客家文化 的保存跟 發揚 那也涉及到空間 跟活動 這個 這個包括透過研討會 或透過 這個 學校的這個 演講 比賽 各種的音樂會 就 要了解台中很多的客家人 並不住在三層 這一點 另外一個很重要是 年輕人 這個客家認同 有一些是有這個意識 但是沒有那樣的一個 母語了 那這個年輕人的 導入是非常關鍵 他才有生命 不然這個時間 再過很快 這個 每個五年可能就 就 去了一堆了 就新的沒有接上來 那當然再來很重要 就是說要以 還是要跟 文化要跟產業 結合 所以不管是農業 文創 所有的觀光旅遊 這個樣子才有辦法 有這個經濟基礎 不管是創業或就業 其他的重點 我想包括 去盤點客家 的一些 觀光旅遊的資源 節慶 剛剛講過的就是 有關於客庄的 時節 這些包括編制 月曆 文化地圖 辦研討會 出政策報告書 持續性的要去 去 整合 你這樣子才不會 分發散 那麼在剛剛講 特別是語言 這個當然跟 客委會教育局 除了傳統的這一些方式之外 我們當然有客語認證 示範幼兒園 然後有各種的特色小學 怎麼去推動 戶外的親子遊學 的列車 各種的歌唱 文化活動 然後圖書館 以客家為重點的這些像石鋼 圖書館等等 未來的這些 有關於文資保存或 一些文化 圖書 影音 資料等等的 建立 這些都需要跨局處的協助 那麼最後我想 浪漫台三線 還是一個重點 這區域的治理 那麼 串聯四縣市 然後台中的重要性 這個 毋庸置疑 所以這個台灣觀巴 所謂觀光巴 客裝特色 套裝旅程 的路線 怎麼去搭配 規劃 跟推動 包括這些自行車 是重點 自行車 是最適合 在我們客裝 親近的一些 觀光旅遊景點 廟 小鎮上面的 這一些 地方的 生活 這個 還有一些 貨幼類 採購 等等 一定要把 交通的問題 處理 這裡的旅遊方式 是很有特色的 一日遊 二日遊 三日遊 等等 不管是慢活 樂活 或什麼快活 真的是 要打造出特色 剛剛講的 國際慢城 要重點的來突破 一點如果做出來 其他地方就比較好去 參考學習 和平公園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裡是一個匯流點 把那個公園附近的空間弄好 自行車也可以到 然後 清水環境 當然配合花博是一個重點 花博在明年 到底哪些是可以階段性的呈現 從明年初 一直到後年 這之間 那這個我要請 也是請客委會多跟公所 來互相的合作 然後各局處 大家全力來投入 那 有一些閒置空間的再利用 其實就是會阻礙地方發展 所以像在 東市的這個 第二橫階 那個 林務局的宿舍 群 然後另外就是現在 這個東市林業文化園區 因為它現在又流標了 我是想說市政府是不是來接 那裡有將近15公頃 就在台三跟台八線的交叉口 30年 它本來是要5億 我是覺得我們市政府應該有欺負 因為這個在台中 林業文化 那些當時伐木業來這邊 現在有個水池 裡面很多的這個 荷花蓮花很漂亮 那種地景 很難找到的 location地點又非常的好 那第二橫階那個趕快來處理 結合農會 或者有一些什麼樣的地方特產 文創 人家民間有些都做 做得很好 像那個樹王 他們家在這個楓原 就是有這個雲道咖啡 我們的很多的山產 農特產 各方面農民經濟的東西 怎麼樣讓它有一個地方 好好去呈現 來觀光旅遊一定要購物 消費嘛 這才賺得到他們的錢 那其他我想 大家剛剛陸續提到了 有一些特色真的很重要 比如說梅子 那梅子是不是可以做梅樹 以前有現在都沒有了 那個自行車道路有一段是都梅樹 那不是很漂亮做梅子酒 那個現在可以做到非常棒 我是覺得非常多的特色發展 要來做好好的規劃 文化跟這個發展 包括我剛剛講的張勞館 這些勞館的這些文化 快要失傳 以上 我想議會在等人 到什麼時候 背負 所以我們現在就 後續 其他的就照案通過了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往議會移動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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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